你是否曾想象过 在世界上茂密的丛林深处 隐藏着人类从未踏足的古老遗迹 在那神秘的树影之间 掩藏着消失的文明 闪耀的水晶洞穴呢 甚至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力量 在这期 探索号将带你踏上探索之旅 深入那些鲜为人知的发现 揭开自然和历史深处最震撼的秘密吧 或许这些谜团将彻底颠覆 你对世界的认知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探究竟 但在开始前 还麻烦大家先帮忙点个赞 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越南的宋东洞穴系统 这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洞穴系统 以至于它有自己的地下森林 这很奇怪 对吧 但这是真的 在越南 这个巨大的洞穴 最终被测量和绘制出来 并被宣布为世界上最大的洞穴之一 自此 它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 它拥有你在洞穴里会看到的 常见的中乳石和潮湿的岩石墙壁 但它也有一个独特而令人惊讶的特点 似乎它不是普通的洞穴材料 它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因此可以支持原始森林的形成 据说它也是一种神秘生物的家园 据报道 自从2013年洞穴向公众开放以来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爬行动物的秘密 甚至还被摄像机拍了下来 至少它们是这么说的 但你怎么看这些超级阴暗的图像 这些东西真的值得信赖吗 这个巨大的洞穴里 藏着一种奇怪的爬行动物吗 如果你对这个洞穴比较了解的话 请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吧 猴神失落之城 一群非常坚定的考古学家 对这片偏远的洪都拉斯雨林 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传说中 被称为白色之城的 失落之城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被认为 是献给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猴神的 它被认为深埋在洪都拉斯东部的 莫斯基地亚 近1350平方英里的茂密丛林中 一名探险家和一组研究人员 由士兵和生存专家组成的 安全部队陪同 他们试图发现更多 关于这座传说中的城市的信息 并探索这个遗址 他们所做的研究表明 可能有宫殿 衣室建筑 和多达六万所房屋 被埋在丛林下面 猴神失落之城 是现代考古学上 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它揭示了被雨林掩盖 数百年的古老文明的秘密 同时也提醒人们 热带雨林中 隐藏的未知故事依然很多 泰坦摩浴 这种能开出整个地球上 最大一朵花的植物 被称为泰坦摩浴 但它也有一个 听起来很恶心的假名 经常被称为湿花 这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花 非常臭 而且比普通臭味更糟的是 它闻起来像一具腐烂的尸体 因此得名湿花 虽然令人恶心 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聪明的适应方式 许多同类花卉都有这种适应方式 臭味吸引了大量的苍蝇 这些昆虫会帮助花受粉 然后确保它们能够繁殖 这似乎很恶心 但却非常有效 事实上 这些花 是世界上最大的 它们的直径可达几英尺 重达24磅 尽管这些花之所以奇怪地受欢迎 毫无疑问 是因为它们的大小 而不是它们的气味 但湿花似乎陷入了困境 这种植物已只有42种 几乎所有的物种 都有灭绝的危险 主要是栖息地丧失的结果 这似乎是许多动植物物种 处于冰危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扩张 已经破坏了所有生物的大面积 自然栖息地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如果这种植物 想要在其亚洲热带地区生存下去 就需要人工干预的保护措施 失落的米拉多尔失落之城 曾经是整个文明繁荣的首都 但与其他南美前西班牙时代 伟大民族的古迹不同 这个遗址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旅游热点 事实上 要找到所有这些都是相当棘手的 更不用说用作旅游参观了 埃尔米拉多尔 位于威地马拉北部亚热带雨林深处 位于一条穿越茂密森林的危险小路的尽头 探险者可能会被淹死 陷在泥泞中 或被蛇蚊咬死 如果特别不幸的话 也可能成为美洲虎的餐前零食 所以这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来参观的地方 虽然可以乘直升机到达那里 但即使这样 整个冒险也充满了危险 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玛雅遗址 和许多超级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但这个仍然很难到达 因为它实在太偏僻了 而真正的谜团在于 这个奇特的地方 曾经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家园 至少有20万人住在这个地方 最多的时期多达100万人 米拉多尔失落之城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 它在前古典玛雅时期达到了顶峰 它的文化和建筑成就 使它成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城市之一 而到了公元150年左右 米拉多尔神秘地被废弃 尽管其具体的衰落原因不明 但学者们认为可能与生态崩溃 资源耗尽 战争或政治动荡有关 世界第八大奇迹 尽管人们总是把世界第八大奇迹 和他们认为很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但显然有一个地方拥有这个官方头衔 毕竟谁知道斯里兰卡西格里亚的壁画 据说就是以这个名字流传的呢 这些前基督教时期的壁画 是狮子岩宫殿废墟中古代岩石堡垒的一部分 整个地方都在花园和水库的巨大景观中 我想那是相当不错的 但它真的和世界其他七大奇迹一样吗 它们分别是吉萨大金字塔 摩索拉斯王陵墓 亚历山大港的灯塔 阿尔推尼斯神庙和奥林匹亚宙斯雕像 以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与此同时 这个狮子岩也很古老 所以人们经常把它和中国的长城 同时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卡拉科尔古城 它是位于伯利兹的古代玛雅文明遗址 是一些非常迷人的玛雅历史的所在地 这些城市被认为是古典时期 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 这座城市的面积约为77平方英里 比现在的巴厘岛大得多 同时 现代城市的人口也几乎翻了一番 这个城市的名字来自一个单词 意思是蜗牛 这并不是因为通往城市的道路蜿蜒曲折 形状类似于蜗牛壳 卡拉科尔最早出现在考古挖掘记录中 但更广泛的调查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 当时该地区被绘制出来 许多寺庙和祭坛被记录下来 许多遗址被挖掘出来 甚至一些石碑被带到费城的大学国务馆 即使以考古学的名义 盗墓和随后从另一个国家窃取重要文物 也是一件有问题的事情 你怎么看呢 大学是否应该被允许考古团队 移走他们发现的古代物品呢 或者这些东西仅仅属于发现他们的国家的人名 墨西哥水晶洞 它隐藏在墨西哥山脉的深处 水晶洞是在2000年 由一群矿工外出寻找矿藏时意外发现的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洞穴 里面充满了这些奇怪的白色晶体 许多像巨大的树干或电线杆一样大 这些晶体不是简单地嵌在岩石表面 甚至不是从洞穴顶部垂下来的 它们周围到处都是像四面八方伸出来 这个看似独特的地方位于地表以下290米 这大概就是它一直未被发现的原因 虽然这个洞穴确实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但它也很难研究 因为那里非常压抑而且空气稀薄 因此对这个陌生地方的研究一直受到限制 人们也强烈希望为后代保护这个洞穴 所以它相对来说保持了原始状态 它们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起源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些晶体是石膏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在富含矿物质的水中形成 特别是硫酸钙 硫酸钙是形成石膏的矿物质 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温度和条件为晶体的缓慢生长 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这对像这样的超大晶体来说是必要的 人们认为这些晶体需要近100万年的时间 才能长到这么大 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壮观 亚马逊金字塔 所有存在于偏远雨林深处的古代遗址的建筑 都长期没有被我们现代人发现 有那么多失落的或传说中的地方一直没有被发现 也许是因为它们被埋在茂密的丛林里 难以被发现 除非你碰巧在茂密的森林里偶然发现它们 新技术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绘制地区地图并揭示古代建筑 以前这个地区只发现了几个点 纪念碑的山峰突出在树冠之上 但现在这个新的光扫描仪 能够揭示隐藏在村庄下面的全新景观 自从玛雅文明在1000多年前崩溃以来 雨林或多或少地吞噬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代 遗留下来的所有建筑和证据 这项新技术在茂密的绿色植物中 提供了不同的视野 考古学家利用LADAR技术 他使用了从头顶飞过的飞机上 发射的一束激光 光线反射回来 在树下创造了一张等高线的地图 这是非常聪明的东西 不过我更想知道 亚马逊地区所有这些飞行激光术的业务 是否与那里如此受欢迎的 UFO目击事件有关呢 吴歌窟 位于今天柬埔寨的吴歌窟遗址 是整个东南亚最重要的考古区域之一 该遗址包括一片森林 和几个高绵帝国的寺庙遗迹 这个帝国从大约九世纪统治到十五世纪 并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建筑群 它还包括毛户 毛汤姆河 安尼神庙 毛瓦特也许是这些印度佛教寺庙中最著名的 它在二十世纪陷入了这种修复 但近年来由七个国际机构进行了修复工作 整个地区现在受到保护 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这座建于十二世纪的寺庙 正在慢慢被大自然改造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是由高绵帝国的一位国王建造的 并于2006年由现代人修复完成 当时被用作佛教寺院和毛瓦特 吴戈窟是整个柬埔寨最受欢迎的旅游热点 这座壮观的寺庙位于丛林之中 条件非常好 树木的树根贯穿了寺庙里的所有建筑 使它成为一个完全独特而迷人的地方 它也激发了大量的创意 并在电影《古墓丽影》中出现了一个场景 碑纹神庙 它是古玛雅遗址中的一座著名金字塔式建筑 以其内部精美的碑纹和复杂的地下墓室而闻名 属于一个巨大的阶梯式金字塔结构 位于墨西哥帕伦克州 神庙所在的整个地区是前哥伦比亚玛雅人 这座特殊的寺庙是在七世纪 为统治者建造的葬礼纪念碑 这位领袖统治该地区达七十年之久 这座纪念碑被称为碑纹神庙 因为在石头表面可以看到大量的象形文字 在古玛雅文明的研究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团 也是了解这个失传已久的民族的许多秘密的关键 亚马逊沸腾河 这是位于秘鲁亚马逊雨林中的一条神秘河流 因其极高的水温而闻名 相信很多观众都听说过它 但你真正对它了解多少了 它是处于亚马逊雨林的一处特别的位置 引起河流的自然沸腾而闻名 实际上它也是亚马逊河的一条小支流 与其他同类河流相比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特定温度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的沸腾之河 没有之一 沸腾河大约为6.4公里 水温常常可以达到8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之间 有些地方甚至接近沸点 Shanay Tempishka在当地土著语言中 被译为由太阳加热 这反映了当地人对河流的理解 认为其热量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的 然而科学研究显示 其热源并不是来自太阳 而是来自地热活动 哥伦比亚发现的新兰花 虽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却几乎立刻意识到 它也处于灭绝的边缘 这真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 这就是发生在这位兴奋的专业植物 爱好者身上的事情 因为它在哥伦比亚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兰花 在安地斯山脉的高处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 对科学来说完全陌生的兰花 这是已知的 在这个特别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中 生长的其他三万零两百种兰花之一 哥伦比亚的环境 非常适合一些兰花的栖息地需求 它们某些只生长在这里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因此随着气候变化 和该地区土地利用的转移威胁到这些条件 研究人员正试图找到拯救像这种新兰花 这样的物种免于完全灭绝的方法 但问题是 这些物种不一定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也可能无法迁移到其他地方 它们被迫接受 种子落地的环境的变化 因此 与动物不同 植物必须在任何温度下生长 无论森林砍伐和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在哪里 为了保护这些兰花和其他独特的物种 有必要在整个地区进行重新造林计划 这需要私有土地和联邦私有财产 留下一些区域在一个大的保护区网络中 这为更多的物种提供了机会 为种子传播提供了机会 并给这些植物更多的机会继续存在 纳斯卡线条 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熟知了 它位于秘鲁南部沿海平原的巨型地画和线条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和令人惊叹的考古遗迹之一 纳斯卡线条是一组巨大的地理符号 它们在南美洲秘鲁沿海平原上随处可见 这些线条的风格各不相同 有些是直的 有些是几何图案 还有一些是动物图案 但问题是它们是巨大的 最大的有30英里长 许多最著名的石刻画描绘了动物和植物 但这些是地球上非同寻常的石刻画 实际上是由挖掘过程创造的 当古代纳斯卡人移走沙漠地面的顶层时 岩石下面露出了浅色的沙子 这就是图像或线条的制作方法 这个过程与英国的一些白鳄山雕像类似 这些都是通过切割地球的表层 然后用粉笔填满钩槽 以便在山坡上创造各种图像的轮廓而制成的 今天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仍然对纳斯卡利山脉感到困惑 因为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 它们是为什么被创造出来的 以及这些图像可能意味着什么 但它们真的很棒 就像它们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 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好地观察它们 如果没有无人机的帮助 我们很难观赏到古老文明的艺术 由于森林砍伐 狩猎和火灾 美洲虎在巴西雨林的自然栖息地 濒临灭绝 近几十年来 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 现在估计在该地区 约有79000只或更少 所以保护美洲虎和它的环境 变得很有必要 巴西亚马逊美洲虎目前濒临灭绝 但在该国的其他地方 它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 巴西的美洲报保护区 是一个联邦注册的保护区 占地1200公顷 它们的目标是最终扩大受保护的区域 并通过保护区吸引的旅游业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 保护区的游客可以住在里面的小屋里 可以在导游的代理下 观看美洲虎和其他野生动物 也可以在美丽的环境中划船 徒步旅行和其他短途旅行 与此同时 美洲虎在保护区的范围内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它们可以安静地生活 希望不会受到伐木者或偷猎者的干扰 虽然会受到整天拍照的游客的轻微干扰 现在就来到这期节目的精选内容了 我们要讲一个小故事 一个人去了一个庭院拍卖 他发现了最疯狂的东西 他说这本迷失的探险家 相册 似乎揭露了丛林的古老秘密 当他打开它的时候 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相信 那么这是金刚风格的大脚野人 真的存在的证据吗 还是有什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 你觉得呢 和往常一样 请在下方分享你明智的观点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感到最惊讶呢 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丛林发现吗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